大家晚安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相信大家跟我一樣呢 很多地方的朋友今天晚上都看不到月亮 都受到這個杜鵑颱風的影響 杜鵑颱風在今天下午5點多的時候呢 正式被氣象局 定義成為一個強烈颱風 中心風速達到每秒51公尺 你看他的颱風眼 暴風圈200公里 是220公里事實上都相對的還蠻完整的 蠻完整的 台灣來說的話今天北部跟東部 其實各地雲量都稍微多了一點 其實這個都是颱風外圍環流的一個影響 這是前菜而已 真的雨量還沒有進來 那這個颱風呢 他預計的什麼時候會慢慢慢慢的接近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時間點會有幾個 請大家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現在來說的話很多地方還沒有感覺 但是明天白天的時候 明天上午的時候 就是明天上午 最晚最晚9點10點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暴風圈可能就會開始 碰觸到我們東半部的陸地了 那他的登陸的點位呢 在哪裡呢 如果依照氣象局這個 路徑來看的話 可能是在花蓮的秀林 或是在宜蘭 或是往南一點點到花蓮市之間 這個都有可能都有變動的空間的 那以依照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當然對這些區域的影響 就是這個十級風暴風半徑影響的區域 他的北側影響是最大的 請這些區域的朋友呢 一定要特別留意 因為風呢 颱風是一個逆時針 所以這邊來說的話會比較大 相對另外一邊呢就相對的比較少 所以就看這個颱風在哪裡登陸 這個點是很重要的 那其他地方呢 那也會受到這個環流影響 雲系不斷的移進來 所以明天來說的話 只要颱風暴風圈一碰觸陸地 其實各地的風雨都會明顯開始逐漸的加大 那這個加大之後呢 最重要的下一個時間點就是颱風 什麼時候登陸 依照氣象局這條路徑來看的話 應該是明天的深夜 10點11點12點 其實都有可能 這個就看明天的監測的結果 如果這個登陸的話 當然這個中心的點位 這個附近 登陸點附近的風會很大 他的中心風速呢 可能最強的正風 可能有高達17級 這個真的是很大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你就想說 蘇迪勒的時候 蘇迪勒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中度颱風等級而已 那這個颱風 很難說是不是會跟蘇迪勒一樣 這個目前來看的話 颱風是沒有辦法比較的 但是特別提醒大家 一定要戒勝前程 早一點 做好蓋兒的準備 如果登陸時間點是明天的深夜的話 禮拜一 這個二一的深夜的話 事實上這整個環流來說的話 這個北部地區 都會很風強雨大的影響 這個請大家特別注意 預計了明天的 重心 整天的重心 會是在這個 北部的一個地區 那等到登陸之後 登陸之後 這個環流開始慢慢開始進來 那這個時候就中南部開始下雨了 中南部開始 所以先是北部熱點 接下來換中南部 所以明天來說的話 白天中南部可能慢慢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不會很大 但是預計呢 就是明天 入夜之後 各地先從東部開始 然後入夜全台各地都會越來越大 那另外一個呢 中南部什麼時候會更大 就是在這個台風登陸之後 到這個 中心慢慢慢慢在台灣走 如果明天 這個禮拜二早上的時候脫離的時候 早上到底幾點 目前有待這個 觀察啦 可能說如果按照氣象局 這條路徑的話 可能是明天早上8點9點 都有可能 或是更早一點點 那如果說這個台風慢慢在本島 在走的時候 在出海的時候 事實上整個環流來看的話 就是這樣的一個走向 那這樣的走向呢 事實上對於我們這個環流的這個 西半部 西半部就要特別注意的 西半部這個區域來說的話 當然這個風就會非常非常大 好非常非常大 然後另外呢 雲雨帶有一個進來 所以中南部也會有一些雨勢 所以你想說這樣的一個台風 如果他的結構 沒有被破壞得很好的話 其實這是相當 令人覺得壓力很大的一個台風 請大家 特別注意他的 現在的他的威力 比蘇迪勒還要強 請大家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要戒勝前程 當這個台風這樣走的時候 事實上 也要特別注意兩個時間點 因為呢 剛剛特別講到這個時間點 如果明天晚上10點 明天晚上10點的話 其實在北部 新北很多的地方 適逢這個天文大潮 那颱風來說的話 各位知道他的這個 水位呢 他是一個低壓 而且又是強臺了 他會把這個海水 像吸管一樣 吸起來 所以這個海水位呢 就會比一般 颱風眼附近的地方 就比別人來的高 那另外呢 如果說 這個 這個 颱風的這個走向呢 是這樣繞的話 這樣繞的話 特別是 如果海水是這樣 就會被這個風 往這個內陸打 那所以基本上 像宜蘭來說的話 明天晚上就要特別注意了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呢 對宜蘭的這個 低洼地區 恐怕這個海水 跟這個 原來的這個 大潮 加上 加上這個 這個颱風的這個影響 爆炒的影響 其實宜蘭這邊 第一個要注意 新北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時間點就是 禮拜二的早上的時間 這個禮拜二早上的時間 那個大潮也是蠻大的 他到底時間點落差 到底有多少 如果趕快躲過去沒事 如果剛好配合在一起 在這個地方 其實 這邊的壓力 還有 西半部壓力 都很大 所以請這次來說的話 不是一般的颱風 還包含 天文的大潮的現象 請大家 真的要提高警覺 提高警覺 特別是低洼地區 原來會淹水的地方 你想嘛 這個海域海面可能就會飄 這個海水位就比較高會進來 低洼可能就淹水了 更何況 颱風那麼強的雲雨帶 下的雨 下下來 到平地來說的話 到底能不能宣洩的出去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這個都是我們以前比較少碰過的 所以請大家 一定要 真的要提高警覺 不要想著說現在就是放假放假 三天連假 現在請大家提起精神 做好房台的準備 那預計的這個颱風如果按照 氣象局這條路徑的話 其實大概 預期 是在這個 明天的下半天的時候 傍晚的時候 可能就會慢慢 脫離到整個北 台灣 那就慢慢解除 那當然啦 颱風也會有一些環流 西南車的環流 也會下一點雨 所以這個雨勢呢 會有幾天的時間 但是預期不會是很強的 西南氣流 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所以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雨都是小菜 明天的雨會更多 未來這一周 事實上都是 容易有雨的天氣 特別是周一 到周三 請大家稍微 多留意 那溫度呢 很快慢慢就開始 回溫 這兩天是稍微涼一點點 南部也會有雨勢 請大家留意一下 特別是說這個 登革熱前一陣子已經有稍微緩和一點點 但是事實上又遇到一個颱風 颱風過後 都是比較麻煩的 請大家多留意 我們最後給大家建議 這個強臺杜鵌請大家 要戒慎前程的 務必專注防臺 請大家 不要覺得還在過節 真的 這是一個強烈颱風 強烈颱風 那周一上午暴風前就會 逐步接近 周一晚上到周二 清晨風雨最強 沿海河邊 一定要留意 水位的高低 請大家留意 如果你真的很高的話 附近家裡面水很高的話 你一定真的要提高警覺 以上是這節的颱風